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給好空氣 救投票 不給好空氣 救投票 家長都在反應說 我們是不是要來讓政府知道 包含這次的總統候選人 立委候選人來關注到這個空汙的問題 所以特別辦了這個 零以萬聖節的活動 不給好空氣就搞大 台中火力發電廠 還有六七 我們當時這邊還有兩次空氣 然後兩次空氣很平 很少看到藍色的空氣 然後我晚餐都會一點空 我就每天一直有空 所以我就想跟佛統說 我們接政府官員 暗居熱烈一直一直一直移到 後面那棟房子裡面 他把我們當什麼 不要當健康氣 我要健康趕快 我的女兒 現在每天只要看著煙囪的煙 就會跟我說 媽媽 該死了 那個 今天村子裡面會很臭 我請我的女兒李美 今年一年幾 告訴大家 夏天南風吹來的時候 我們那個 濁水溪旁邊 本來應該很乾淨的地方 你都聞到什麼味道 很臭的味道 你喜歡煙囑嗎 不喜歡 我們要請未來入主總統府的新主人 對這樣的空氣 是不是要繼續給我們的下一代享用呢 要不然的話 掃入歷史灰燼的生命 竟是我們這般 小小小小的年紀 今年的九月以後 很明顯的就感覺到 天空的顏色不太一樣了 像我女兒從來都沒有過許麻疹 只要是今年有很嚴重的症狀出現 那我自己本身是過敏性敵嚴 也三十幾年了 但是並沒有像今年這麼嚴重 我今年九月幾乎是天天都在比賽中過日子 所以我想要在這邊呼籲我們的政府 請你們一定要好好的去檢討我們自己目前的環民政策 如果一個政府可以帶著集團去把我們的國家的肺 就是森林給砍伐光光的話 那你是把人民的安全跟健康放在哪裡 而這些孩子不就是我們國家的根本嗎 他們還在長大 他們的肺還沒有漲好 可是他們現在必須每天面對這樣的威脅跟挑戰 這樣子對我們來說 是一個非常擔心跟憂慮的未來 經濟部你允許的這些企業 你就要監管 可是完全不做 這個不作為其實是一種堵職 是非常可惡的 你把人民的生命置之度外 蔡英文在她的總部成立的時候 然後有講到她要防河安、慈安 但是空氣污染完全沒有談過 我也聽說她進六清的小白宮去拜會過 她應該要到民間 不管中央是誰 你都要注意 要不然人民是一定會對決 我希望更多藝文界還有台北市的居民 其實我們也在污染中 希望大家共同注意這個問題 你現在收聽收看的是燦爛時光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東翔 燦爛時光會客室是由公事議題中心PN 公民行動員紀錄資料部以及燦爛時光節目聯合 有直播的視訊跟音訊的節目 我們在每個禮拜天的晚上 九點半會在公事的網站上面會有直播 之後會在公民行動員紀錄資料部的網站 我們會有完整節目的播出 那雖然我們叫做燦爛時光會客室 其實我們大部分都是在視訊上面來進行訪問 不過我們今天很特別 我們今天真的是來到了一個客廳 一個會客室 那這地方其實是在雲林的虎尾 一個叫虎尾座沙樓的地方 那這裡是這裡非常特別的一個獨立書店 那經營者是王立平 也是一個當地的一個非常熱衷於社會參與的一個朋友 那他自己成立的一個書店 在這裡有非常非常多的講座 我們今天特別謝謝王立平來提供我們這樣的一個場合一個場地 那今天我們節目裡面要跟他談的一個問題 其實如果你關心我們的節目的話 關心公庫的報導 你大概看到我們最近這幾年 有一種的類似的新聞是特別的就是有關於PM2.5或整個空污 那大概在一兩年前我們曾經訪問過於尚吳醫師 來特別談這個有關於PM2.5的問題 不過這個問題在台灣似乎越來越嚴重 那也有越來越多的環保團體 一屆的朋友投入到這一場運動當中 那看起來政府好像有某種的回應 但是這回應到底夠不夠或是合不合適 但是恐怕都是值得再進一步討論的問題 那我們今天非常開心的邀請到的是 在非常長期關心台灣的環境問題的台灣 健康空氣聯盟的執行長 同時也是彰化醫界聯盟的首席顧問楊澤民楊博士 楊博士你好 你好 大家好 非常謝謝你今天來接受我們的訪問 那其實整個台灣的整個空氣污染 大部分跟化學其實有某種程度的觀念性 可不可以請你先跟我們分析一下 就是在過去的台灣過去的空污的類型 跟現在的空氣污染類型 有沒有什麼不同的地方呢 我是化學博士 我以前念台大化學系的 然後去UC Berkeley 我還是繼續念化學這樣子 那我會涉入所謂 比如說反國光石化 或是最近你來談PM2.5這些探討的時候 是因為其他朋友認為我是念化學的 我應該懂 我應該至少可以懂 那過去的訓練就是讓我可以 就像夜光混音醫師一樣 他也是不斷的看最新的論文期刊這些資料 然後做整理 然後就開始研究這些方面的事情這樣子 那對我來講 您剛剛問到說 我們台灣過去比如說20年、10年以來 是不是空氣污染怎麼變化 我想就目前我手上有的那個 比如說環保署可以下載的 比如說PM2.5的資料 或是PM4 PM2.5的資料大概 一直到2002年、2003年那個階段 差不多12年前 環保署在台灣可能設置到 30處的監測站有這個PM2.5 每個小時能夠測量PM2.5這樣的儀器 不過像PM4就更早了 可能我們可以推到 1990年之前就有一些數據 所以 我們如果只看璇湖為例 就這個 先為例這個空氣污染物 因為空氣污染物 大家知道有包括 有氮氧化物、硫氧化物 還有 比如說臭氧 然後氧化碳 不過我們最近會比較談這個是 因為 最近 WHO已經把 所謂室外的空氣污染跟 纖維力都列為 第一類的 致癌物 那就 相當嚴重 所以 我們可以看到 空氣如果 汙汙茫茫 我們都會跟人家講說 我們就處在一個 可致癌 或是 空氣污染裡面 那 從 比如說我們 回溯到1990年的話 事實上 這幾年來 確實 PM10 PM2.5 都 PM2.5的資料 廣泛來講 就是一直到 2002年 才有30處 我們環保署共有 目前總共有76處的 空氣品質監測站 那其中 PM2.5 就是每一站都有 也是要到2003年才開始有 那就從2003年的 這樣的數據一直看到 最近2015年 確實 我們的空汙是有在 逐年的 減少 減少 是不是 這一定要非常正確的描述 那 各位 也許有注意到 今年環保署很快的公佈 PM2.5的年報 可能在今年 六號還是五號間 它就公佈了 然後說 台灣 以 PM2.5這個標準來看的話 PM2.5標準 它是 這次特別的年報 它是用年均值 就是十二維克 每地方公尺 這個標準來看的話 那它講核武標準的 只剩下花蓮跟台東 然後它裡面有一段描述 就是說 從2008年到2015年 他說空氣汙染 減少了20% 可是 這個是環保署提供的數字 可是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環保團體幹嘛 還要去上街頭抗議 然後要求正視這個問題 看起來 這個數字如果是一個 逐年在減少的情況 我們的環境不是更好嗎 這幾年 還是它是一個統計數字的 我剛剛有跟管老師在聊的時候 有講到說 我們的經驗 大部分都是最近的 比如說今天空氣很差 昨天看起來霧霧蠻蠻的 所以 從去年 各位朋友都知道 就是說每年大概 從9月下旬 就下半 後半段 然後一直到隔年的事業 就是台灣空氣會比較差 或者是空氣控物比較嚴重的 的時段 這樣子 所以 很多朋友到 比如說 今年的9月10月 升到11月的時候 環保署 的公佈的資料裡面 常常就有所謂的紙報 紙報是最新的名詞 自從我們採用 英國那個 每日 那個 Daily AQI 的時候 就有所謂紫色 這個顏色跑出來 就是 當PM2.5大儀等於71的時候 71微克每地方公尺的時候 那我們稱它叫紙報 這紙報 所以這個數字出來以後 我們網路上新聞媒體很好 最近尤其可能 環保署也有鼓勵一些媒體 或是媒體也自動願意來報導 這樣 就在記象報告的時候 對 好像從去年 11月還是 那段 那個時間 就開始有 好像每天早上 就聽到那個 對於 台灣各地的 今天的預測 然後報紙也會講 昨天空氣污染很差 所以很多人都 有相當的 就開始有一些認識 然後他們就會問我說 跟管老師問的一樣 是不是 今年特別嚴重 因為不得了 好像今年的10月11月 這兩個月 常常指爆 尤其中部地區 然後我們注意到環保署 他網路上就會講 講說 因為由於空氣擴散條件不良 他就這樣解釋而已 但是他也沒有分析到 進一步說 是哪些污染物造成 這個我們看到的 嚴重的空氣污染 不過總是 環保署最近這樣的 會比較正確的描述 是不是有境外的污染傳入 那個相當可信 就是說 以前常常我們聽到學界 或是說 一些媒體上講說 空污有40%是來自境外 那事實上 好像前一陣子 他好像也是講說 境外有40%多傳入 那我一直 至少我跟一些中南部人 也不以為然說 有那麼高比例的 境外的空污傳入 那總是不斷的觀察 或許北部某些地方 基隆還是台北地區 可能30%幾 來講到 大概台中以南 那個40%幾 恐怕是不正確的 頂多20%以下 那當然 比如說半天或是一天 有東北季風夾帶 很大量的 中國來的 或是說境外的污染 隨著東北季風這樣帶進來 那可能在那一天 有超過 比如說在中南部 也有可能超過一半是從境外傳來的 不過就像台風一樣一掃就過去了 那所以在去年10月11月的時候 環保署也講說 我們就是空氣擴散不良 所以你從那邊可以看到 哪些地方的排放污染是比較嚴重的 也就是說 台灣的空氣品質 在環保署所顯示的數字上面 是感覺是比較好 那但是如果再更細緻來去看 這個所謂的 空污的這些裡頭的 化學元素對我們身體的影響 或者是它是在什麼樣的一個區域的部分 它可能要更細緻的去做分析跟做討論 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們代表博頭來 再來請教楊博士 特別是我們要看的是說 在台灣在不同區域的 這種所謂的空氣品質 到底是什麼 因為我們常會說 中南部的空氣很好 那像我以前是從住在台北 那我就搬到 我最早住高雄 然後搬到台北的時候 就台北好招 車子好多 然後以為搬到嘉義的時候 就是嘉義好像是好山好水 好有哈里塞很 空氣很好 可是後來慢慢照 有一個叫PM2D 我都知道說 哇怎麼會這樣 感覺是空氣好 原來那個不是霧 那個是霧 或是那個可能是 對我們身體有致 非常嚴重傷害的PM2D 或是PM10等等 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們待會再請教楊博士 公民願意覺醒 我要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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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健康 不要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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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在這一次的活動之前呢 我們有舉辦 這個 反對南部污染擴張的簽署 我們也拜會了 各政黨的總統候選人 還有發 這個簽署書給各政黨 除了目前的大黨 還有很多小黨 我们都有很诚意的请各个政党候选人来签署 还有请各政党支持 但是很遗憾到现在呢 没有任何一个大党的 没有任何一个党的总统候选人 支持我们的诉求 然后呢 这个政党呢也没有支持 只有目前的所谓的这个民调的 这个比较少的一些政党 有支持我们的诉求 我们在新闻稿都有写 包括绿色盟 素党 这个时代力量 还有激进侧义等 有支持我们 那我们也不庆 我们发起团体 还有我们声援团体 我们认为南部的污染严重 我们要求各政党总统候选人要听到 各立委候选人要听到 我们南部污染非常严重 我们不惜在这么污染的环境下 我们要举办游行来表达我们的愤怒 来表达我们的要求 我们要求南部不能够再扩张污染 这是我们最简单的诉求 欢迎再次回到灿烂时光 会客室节目的现场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小 我们今天到的地方是在云林湖尾的湖尾厝沙龙 他们特别提供了这个场地 让我们来谈今天的这个 我觉得对台湾非常重要的一个空污的问题 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邀请到的是 台湾空气健康联盟的杨泽民杨博士 杨博士你好 你好 我们在刚刚前面的那一段节目有提到说 从一个短期的时间点上 感觉这个去年的台湾空气品质稍微好一点 可是我们如果长期的角度来看 就是或者是我们跟国际的标准来看 或是我们跟其他国家的这个标准来看 就有一年能减少不代表它是好 也许明年又增加 或者其实长期来 它是非常非常高的一个数值嘛 那台湾的情形跟其他国家的比较 或者长期来看它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是关老师 是这样就是说我们的法规上面 空气品质标准的法规里面 我们如果要评估空气的这种品质是否有改善 还是那个地方是不是符合标准 环保署跟美国的EPA环保署都一样 它会讲连续三年的平均 所以虽然我们最近每次在谈空污 都是每年逐年这样看 那环保署会公布连续三年 就像它最近公布的PM2.5年报的时候 它也是讲说是因为从2012年 它订定了公布的PM2.5标准之后 到了2013、2014到去年2015 才有连续三年的PM2.5数据 因为可能会某些季节的改变 或一些特殊的气候因素 所以某一年会突然增高增低 所以一般是连续三年 我们就每年混动市场一直看 是不是有温度降低 对不起这个是PM10 如果你要把它换成PM2.5 大概就把它乘以0.6 大概不会太低伏 当然各个特殊地点 海边阳层比较高的时候 当然那个比例会降低 不过整体来讲 环包署的全部测账 你如果要从PM10去看PM2.5 大概乘以0.6 好 那环包署最近的PM2.5 今年年初讲的PM2.5的年报的时候 它讲有从2008年到2015年 是有降低20% 那当然比如说就以台北市来讲 你可以看到有高高低低 这个2008年到2014年 我这边没有画2015年 不过可以看到是有降低的趋势 但是如果我们更往前推 就是我们为了要讲说 我们当然这几年 从2008到2015 这样大概8年 那刚好是那个马总统 就是认期的期间 那我们再往前推 好像那段时间是有 你可以看到从1998年 一直往前 一直往前 到2014-2013 2014来看 当然2015会有再往下降一点 好 那我们同一时间 同一段时间 我们如果看日本东京 就是说你可以看到从1998年 它其实跟台北市是一样 就是这条绿色的线就是日本东京 濃進那個都會去 那你可以看到日本確實有 就是逐年的一直降低 就變成一個剪刀開口 從1998年開始 台灣可能高高低低起伏 可是它還是在一個高的狀態 可是日本你會發現它是逐年下降 從一個45一直到現在 已經達到WHO的20的標準 至少2013年14年的時候 那所以我們上次在1226 在台北防空屋抗暖化的遊行的時候 我們就也印一張圖給大家看 也鼓勵台北人也要很努力 因為他們一樣是呼吸的是PM2.5 還是不符合我們國內的 自己訂定的年標準是15 那比如說現在差不多是40多 那如果年標準是 這個是PM10 那如果你把它升一頂頂 就大概2023 不過總是它還是比PM2.5的標準 這個15還是超過 那如果我們跟東京去比的話 我們台北市是東京的2.4倍 就是2014年 那新北市是東京的2.2倍 所以很多台灣的朋友去日本旅遊的時候 你會一下飛機說 哇空氣很好 所以如果我們也要這樣 也有很有志氣的時候 我們要把台灣的空氣也要改善 然後我們的經濟也是要發達 我們就要非常的用心的 很努力的把 比如說包括首度都應該還要在 很努力的至少要在減一半以上 在這樣的一個包括像如果從2014年來看 它是47.3的PM 自食的數值 在這種數值之下 對人體的影響是什麼 就是說我們近年會比較清楚就是說 因為透過一些觀察 包括我們看到如果空氣污染 纖維力空氣污染高的時候 那超過標準的時候 那你可以觀察比如說醫院的 氣喘的病患 那個呼吸敏感症或是心慧血管疾病的這些患者 在什麼增加的程度是怎麼樣 那我們為什麼會當初會定這個PM2.5是15 是因為包包書也有委託我們那個 台大工會學院的那個正尊人教授做研究 那時候它的數它的資料顯示 如果PM2.5是大於17.2的時候 17.2微課的時候 那在他觀察的級別醫院裡面 他就很明顯有那個 我剛剛講的那個 就呼吸系統相關的 這個病人的人 求診的人就增加了 或是在急診室就那個數目的增加 所以為了保護民眾的健康跟生命 所以那時候就依據他 診診能看到那個也明顯增加那個 17點多就定15 然後那時候 那時候是跟美國跟日本是一日的 2014年 對不起2012年5月24日公佈的時候 但是到了半年之後 美國在2012年12月 就把那個PM2.5的年標準 從15降到12了 所以那我們還是15 那我們還是15 那我們現在台灣平聯軍是多少 我們 就是說如果15的話 我一定要先跟 先註解一下 那個15 當初那個 鄭尊仁教授 他用的是自動測試 就是自動儀器的 那 因為講到這個手動自動 又好像一般民眾 比較不涉入那麼多 總的來講就是說 如果當初 鄭尊仁看到17的話 那 大致上他因為要調改成手動 因為黃包署現在公佈的數值 就是他推估 手動的去推估那個數值是什麼 他從自動 自動儀器每個小時這樣測量 他就用一些關係式去推算 假設他是用手動儀器去測量的話 到底是多少 那 很久那段時間 黃包署都會講說 那個手動對自動能量比例是差不多0.7 所以你那時候如果把鄭尊仁教授的17點多 這個1.7就是12 所以 後來在2014年5月之後 黃包署就把所有的自動測試 每個小時 從儀器每個小時測的那種 PM2.5儀器測的那個數值 就全部去把它校正 因為他在某一些部分的側站 他有手動的儀器去做比對 為什麼要彈到手動呢 因為寡規上面 他採用的是手動儀器去測量 然後看看那個地方是不是達標 但是並不一定 他差不多只有一半以下的 那個側站才有同一個地方 才有手動儀器跟自動儀器這樣 所以我們連那個測量的方式都不一樣 那所以當初 坦白講 如果說黃包署 如果要定依據那個鄭尊仁教授 講那個自動測試那個17點多 要定一個標準的話 那現在改成 是全部用推過去手動的話 應該是定12跟美國是應該一致 很可惜 我們還是維持在那個15微克 但是我們實際上面是平均是大概20幾 所以是兩倍 那個其實是一個 那現在很多重量部的地方 還是在30多 對 所以其實剛剛我們看到是 從新北市跟台北市 來跟東京的比較 那如果在國內呢 就是剛剛也談到說 這個境外移入的這個 看起來是沒有我們想像那麼嚴重 不到40% 那當然它有所謂季節性 那如果是國內的話 是島內的話 基本上來講季節性的因素 它相對之下 可能影響是在這個區域裡面的不同範圍 但是在這個區域裡面 它應該是差不多的 就是說如果在 例如說台中或是在這個地方 那如果從台灣來講的話 就是我們一般都以為 說中南部的天氣是很好 然後中南部因為 不太下雨啊 然後空氣不錯 然後感覺也沒有什麼太多的工廠 以前都覺得工廠會在都市的外圍 那中南部好像是農田是比較多的 那空氣真的有比較好嗎 空氣來講 過去一年 比前一年 我覺得是有改善 那有時候我會 朋友會跟我講說 那不是啊 我們就繼續一直講 一直講 那比如說台中火力發展廠 也許就會很認真的 把它脫銷的設備加強 就像我們最近福斯汽車給人家發現 他不對了 然後就像我們最近 指報的數目 就近日的這種經驗來講 我們一看到指報不得了啦 因為他對健康影響很嚴重 所以很多人一直講一直講 那所以 台中的林佳龍市長是說 他是他主導去接請他 然後我也好像是講他 他跟基金無盡努力的 協調 真的有努力也沒關係 就很好 所以我們要繼續喊 因為我們以台灣的標準來看 比如說中南部來講 中部跟中南部都一樣 就是一定要再減 要減三分之二 所以你可以看到那個工程 是相當遠 要相當大的努力 當然我也在家裡用電 不過台北也用台中的發電 所以我每次去台北看到 那邊人在享受一些空調設施 在公共環境裡面 等等等等 我都想到說我故鄉的髒化 就是在台中火力發展的下風出 想哭也有點 就是說好像人家在那邊享受 我的故鄉 中部的最近以來 在女性肺癌裡 髒化的男性肺癌 就幾乎爬到台灣最高的地方 所以有時候那種新進 每次去台北都有那種感覺 所以其實你剛剛講說 你是住在髒化火力發電廠的下風出 大概十幾公里的地方 那在那個地方你剛剛提到說 那個地方是女性的 或是包括男性的 這個肺腺癌的治癌率 是全台灣最高 對 就最近年來 這樣的一些探討的時候 所以我再講的是說 台中火力發展廠 他們也大家都知道 他是全世界CO2 排鴻量最高的 文字清明 排鴻量最高的一個發電廠 然後他用藍莓發電 那他一定會有很多 重金屬在裡面 那就像六星年一樣 他也是用 他用石油膠 這些都是從地底下挖出來的東西 一定有重金屬在裡面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剛剛衛國院署長也說 我做了很多 然後林佳龍市長也說他做了很多 那可以告訴我們 他到底做了什麼 那做的事情是夠的嗎 我們就講台中市好了 台中市 一方面 現在 因為大家知道 直報了 然後大家就一直喊說 對 他不一樣是升空屋起 空屋起都已經是最尾端 對 有些根源的問題 他們有去解決 那我沒有看到台積電 目前又在台中 要貨上 要蓋新廠了 然後那個用電 他也沒有指定說要綠電 他說他承諾很快的 他要去發展綠電 然後供自己的 因為他的建廠而增加油廠 而增加的電 他會很努力來不增加當地的污染 事實上是沒有 然後我們最近看到Google 在張濱公園區 好像又設置一個雲端的主廚場所 對 那個非常的耗電 對 所以他們到底做了什麼呢 所以他們到底做了什麼呢 古樂式的工廠之進來了 然後包括一些高耗能的東西 電子的東西也都進出到台 髒化 那大家覺得哇很棒 那實際上面呢 實際上面那個工屋的問題 不是開箱 所以用電更多 那需要的那個 台中中火的那個 它需要的被工人感覺是要更強嗎 那這個有辦法去解決嗎 過去那個 他們都會 我們去拜訪過台電 他就講說 我們今年那個脫柳 因為會產生PM2.5的那個 原生的地方就是 一些是硫化物 一個是氮氧化物 那他們就很驕傲講說 我們最近的那個柳 脫柳 就是柳 就是柳的部分它會降低 那柳的部分降低 去萃取當然會降低 所謂延伸性的PM2.5 那當然很好 那就像我們汽油裡面 過去流量也在某一個 1990年代 或是那時候有寒鉛的 這鉛也是種重心組 就一定要降下來 因為吹化器 使用它會破壞掉 所以那所有的那個 汽車就是一定要無鉛汽油 然後後來流的量也降低 所以在那個階段 確實我們可以看到 同期不然有在90年代 就大幅的降低這樣 不過到近年以來 因為我們事實上 各位可以看到 在1998年 一直到最近以來 好像 這是為了吃到要火嗎 就是可能 1998到1994年 好像我們剛剛那個數據 看起來沒有降多少 2014年 對對對 因為這幾年 你也可以看到 我們台灣的那個進口 煤炭量 事實上也一直在增加 直到前面兩三年 才有稍微比較減緩的趨勢 因為我們一直增加到 最近幾年都是說進口 煤炭的進口 也就是說我們燒的煤炭 已經到這個一年 是6500萬公噸 所以燃燒這麼大量的煤炭 那裡面的很多中級乳 就會釋放在我們的空氣裡面 或是在 我們如果 很努力的把空氣都抓起來 但是 如果 留下來的 那些煤炭 也是一樣要處理 一定要儲存 那些就 空氣 都抓得多 留下來 就會增加 都在裡面 所以那個還是不變的 也就是說 可能在某個技術的改善之後 所謂的空汙的問題 是稍微上架 可是其實另外一部分事實上 在有關於這些比較高耗能的產業 其實又是不斷的在擴張 那即使在空汙下降的狀況底下 還是有一些剛剛談到的煤炭 或是也有一些不變的物質 它還是繼續的有這些污染的可能性嗎 昨天我 我聽到說那一次降低那個 台中降宅 結果 好像台北的用電並沒有 可比還不夠故意 台北要接電 聽說好像不太能夠應付 後來那個 那個基隆那邊的化電廠 那邊化電廠就又啟動了 結果 聽說台北那 它啟動的時候 就是台北污染增加的時候 所以它看起來是一個 就算你今天做的東西 它有點東強不西強 因為你基本的那種 所謂的產業的結構不去調整 你還是在發展這種產業 那這些問題 你還是在做最後末端的再去收尾 那這個不用說搭深空汙 其實它只是已經都已經污染了 那已經都是非常尾端的事情 那只是我們可以看到 基本的產業的調整 事實上是非常重要的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今天大概就是先訪問到 楊波士到這個地方 不過我覺得有一些更重要的問題 比如說我們剛剛談到 中火對不對 然後還包括像這個六親 那這些六親 他們到底所排放的物質 對當地的人的影響是什麼 以及未來這個所謂的 他們跟當地的這個地方政府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那其實楊波士之前還曾經參與過這個 漁漁縣的環保局局長的這個爭選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經驗 為什麼你要去做這件事情 我們今天的節目先到這邊 但是下次也覺得我們要繼續來跟楊波士來做重要討論 所以我們下禮拜通通再會 謝謝大家收看 謝謝大家